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他很早就从事写作 1718年开始采用富尔泰这个笔名 1726年由于受到贵族陷害 32岁的富尔泰被迫流亡英国 在英国居留的三年间 他亲身感受了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所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政体 以及每个英国公民都拥有的 被装置政权剥夺的天赋人权 他参加了1727年 在伦敦西敏市举行的牛顿的战礼 接受了牛顿所代表的自然哲学思想 他将英国的思想和制度 视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成就 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他们介绍给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法国 1729年 富尔泰回到法国 拉开法国启门运动的大幕 在回答什么是启门的时候 德国哲学家康德 是这样解释的 所谓启门 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这种不成熟状态指的不是年有无知 而是明明具有理智 但是如果不经过别人的引导 就对应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缺乏勇气和决心 去应用自己的理智的时候 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 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 启门运动确信 自然是有秩序的 是有规律的 确信人的理性 能够克服任何障碍 可以征服一切 成为世界的主宰 再也不是听天由命 很显然 这样的思想 必将引发空前的巨变 富尔泰的有关思想自由 和宗教宽容的主张 与法国的君主装置制度格格不入 但是因为得到这一位 路易十五的情妇 彭巴杜侯爵夫人的有力保护 却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躲避攻击 甚至还在1746年 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这位彭巴杜夫人 是路易十五时代最重要的女性 有力的影响了法国的国家政策 她给予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 比如富尔泰 狄德罗 达朗贝尔 孟德斯九等人 以有力的资助 同时也是建筑事业的重要赞助人 尽管她本能 当然喜爱洛科格风格 但是在她的支持下 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一种新的 并且持续影响到19世纪的 所谓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开始形成 这位是加布里埃尔 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建筑家 1762年 由她设计建造于 凡尔赛大花园 大特里安农宫东面的 小特里安农宫 是专门为彭巴杜夫人建造的 她的外形几乎没有装饰 显得非常轻松朴素 与正在欧洲大陆 其他国家流行的 巴洛克风格 形成巨大反差 广络格式 她的房间布局 不是完全对称的 如果将她 与普拉蒂奥的别墅平面 做一个对比 可能会比较有收获 不过彭巴杜夫人 并没能看到 这座建筑落成 在她去世四年后 才终于建成 第一位入住的是 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位情妇 杜巴利夫人 路易十五去世后 这座宫殿被新国王路易十六 送给她的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 她特别喜爱这个地方 可以远离浮华的王室 和繁琐的礼节 后来她又在附近 修建了一组农装式的建筑 1750年 彭巴杜夫人 向路易十五建议 创建巴黎陆军士官学校 以培养年轻一代的法国军人 同时也为出生平寒的年轻人 开避一条报国之路 当路易十五因财政吃紧 而无力及时拨款时 彭巴杜夫人带头捐出失款 冲着军校第一年开支 这所军校也是由加布里埃尔设计 位于塞纳和南岸农军院西侧 面朝西北方向 其前方的战胜广场 原本作为军校学员操练所用 19世纪末 在此建造了埃菲尔铁塔 与小特里阿农宫一样 这个庞大的建筑群 在外观上具有纯粹 严谨和朴素的新气象 1784年 来自地中海上科西加岛的 15岁小伙子 拿破仑波拿巴走进这所学校 他将从这里 迈出辉煌生涯的第一步 在彭巴杜夫人的安排下 他的弟弟马里尼侯爵 成为巴黎城市建设工程总监 任职长达22年之久 1753年 在他的委托下 加布里埃尔在都伊勒里花园西侧 设计建造了一座路易十五广场 这座广场与路易十四时代 修建的万多姆广场造型相似 四个脚也是切成斜脚 只是将围和的建筑 变成为20米宽的护城河 广场中央 省立着路易十五的骑马雕像 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路易十五的雕像被拆除 广场被改名为革命广场 革命政府在广场上立即断头台 1793年1月 路易十六在这里被处决 9个月后 他的妻子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处决 死在这里的 还有已经50岁的杜巴利夫人 革命家罗伯斯比尔 丹东和罗兰夫人等数千人 堪称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广场 1795年 革命广场又被改名为协和广场 1830年 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 与法国政府签订协议 将卢克什庙庙大门前的 两座坊间碑 全部赠送给法国 1831年10月 大门右侧的坊间碑被整个放倒 然后用跟几千年前差不多同样的方式 将其拖上特制的船只 在军舰的牵引下跨过地中海 于1833年12月抵达巴黎 1836年10月 坊间碑被树立在协和广场的中央 卢克什庙庙前的另一座坊间碑 因为底部存在裂缝 仍被保留在原位 随后 法国政府又在坊间碑的南北两侧 各建造了一座喷泉 并在广场脚上 树立起八座 代表法国八个主要城市的雕像 1854年 出于改善交通的要求 协和广场四周的壕沟被填平 这最后一项改造 数为可惜 因为它完全消除了广场的违和感 使广场的边界完全消失 现在的协和广场空旷遭闸 完全失去了广场的趣味 自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来 对古代罗马的推崇 几乎成为每一个西方建筑家的共同特点 不论他们是意大利人 英国人 德国人 还是法国人 但是 为什么古罗马建筑会是最美的 这个问题呢 并没有很多人认真思考过 意大利人复兴古罗马建筑 那可以解释为是民族自豪感 但是其他国家的人 尤其是那些热门人所建立的国家 他们为什么要接受呢 答案或许是因为 古罗马建筑是从欧洲文明最古老的时代 是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 因此呢 就具有天然的正确性 这种理解呢 在启蒙运动时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既然能要回归生而平等的自然状态 那么建筑的自然状态又是什么呢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 一些建筑家和理论家 开始反思建筑规则的起源 试图从中揭开 掩盖在规则表象下的建筑本质 法国耶稣会修道士洛吉耶就是其中之一 1753年 洛吉耶出版著作《建筑水笔》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 他就有一幅插图展现了古代原始木屋的基本形象 由四根柱子支撑起屋顶 有关古代住室是从原始木屋支柱演变而来的理论 对当时的建筑家们来说 本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但是在洛吉耶之前 并没有人真正去思考建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洛吉耶认为建筑的本质就是由柱子承托重量 他将具有这种本质特征的原始木屋 看成是古往今来一切雄伪建筑的原型 唯有从这一原型的纯粹特征出发 才能避免基本的错误以真完美 而那些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盛行的B柱、半柱、三分之一柱、副柱、装饰性商花和基柱 都不过是附加于建筑之上的随性之物都应该被抛弃 要让启蒙之关照耀在城府的泥澜之上 洛吉耶的事项引起了很大轰动 受他的影响 1755年建筑师舒夫洛 守彭巴多夫人的弟弟马里林侯爵的委托 在巴黎设计建造的一座完全由柱子支撑的建筑 圣勒纳维耶夫教堂 标志着法国新古典主义正式形成 这座教堂是为当时刚刚大病得语而实力逃生的路易十五修建 献给巴黎的主宝圣人圣勒纳维耶夫 他生活在公元五世纪 曾经在匈奴的入侵威胁下通过祈祷拯救了巴黎 这座教堂原本计划采用希腊实质平面 但是因为法国天主教会抗议 舒夫洛不得不将圣堂和门庭部分稍加延长 使其符合拉丁实质的教会习惯 整座建筑有206根柱子支撑 柱顶放置用铁金加固的梁式苹果 内部柱子间完全开场 不设隔断墙面 其倾巧与开场程度 堪与哥特教堂相披免 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流行的厚重装饰风格 大相径庭 展现出纯净的设计意图 以及九亿年 大革命后成立的法国自宪会议 决定将该教堂改为安葬伟人的池庙 并将之更名为先贤池 或议为万神庙 启蒙印度的伟大倡导者 富尔泰和卢梭 在去世多年后 于1791年和1794年 先后牵战于此 后来安葬在这里的 还有余果 佐拉 玛丽居里等许多名人 好 这一讲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呢 接着介绍法国新古典主义 接着介绍法国新古典主义